大家好,接下來我們要來套用樣式表 那這個紅色的話就表示這是第一張 那看一下喔 好看一下,我點在,再跟同學報告一下 按著Ctrl鍵壓著不放,左手 右手滾輪往前,滑鼠滾往前就可以放大 講一次喔,不需要拖曳喔 點在裡面就好囉,點在裡面就好囉 點套用標題 那再看一下它的大小 這個大小多大,26,心細明 出體,這叫做樣式表 來,接下來第一張的第一小叫飲食,春節的飲食 我套用標題二,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26,我縮小一點好了 麻煩你用眼睛看一下喔 這兩個字的大小其實有點分不太出來 因為26跟24太接近了 我覺得微軟這個地方設計不夠精細 應該讓它區隔再更大一點 當然這個怎樣可以改的 來,我們先套用一下喔 春節第一張飲食是第一小節對不對 那這個貼春年 套用標題二 好,接下來元宵節 再講一次喔,不用拖曳喔 點在這裡就好了,套用標題一 好,接下來再往下 元宵節沒有,就直接第二張 第三張,點在端午節這裡套用標題一 那端午節裡面有什麼活動呢 有什麼,區瘟疫套用標題二 再來,老師這邊有紫色的喔 請同學看一下,請點這個什麼 大門掛上什麼,倉卜樹 這套用標題三 紫色的套用標題三,分得出來嗎 配香囊是標題三 接下來這個,藍色的是標題二,表示是節 那這裡也是華龍舟 好,在這裡 好,請各位套用到中元節就好了 先做到這裡